喂喂喂 各位村民 無論你現在正在拜太公 還是準備去拜太公 都跟我馬上停下 聽我說 清明拜山要注意 防火安全人人知 這幾天呢 我都知道家家戶都忙成這樣 有錢沒錢的 都買一大堆的西紙去拜太公 有些還不知燒元寶蠟燭香 甚至連真錢 真車 飛機大炮都燒賣 你們知不知咯 就在昨晚 就有人拜山變成燒山 不單只把幾千隻老鼠 幾百隻黃鯨 都被燒得香香 還搞到我們村幹部 帶著整批消防隊員去救火都救不了 最慘呢 都是二叔公種過幾畝松香樹 都沒拿過一次松香 就這樣呢 就被檔柴燒光 搞到二叔公 和二叔婆的半條殘命呢 被擊到頭近了 這樣燒山法 豈不是很容易把我們的烏沙帽都燒賣 還有一些村民土豪呢 還請一大批的性感美女回來跳舞 這樣做慶 豈不是會破壞我們村的風水 究竟是給你們太公欣賞呢 還是你們想打野戰啊 這樣搞到我們的村成何體統呢 現在呢 我作為村的最高領導 要定下以下的拜山條例 凡是要去拜山的村民 都要來村登記 同時要加按這個村長的迷信 拜完山呢 要做到人走火滅 然後拍照或者小視頻發給我 嚴禁晚上拜山啊 我村長是不會鎮行確認啊 那 武經確認的村民 今年的分紅 取消 那 那 如果還有一些武經村委登記批陣 就去拜山的村民呢 一經發現 你們以後都不用置疑有分紅了 撞知誰燒山 誰就坐牢 我村長第一個祝你們去派出所 還有啊 你們拜太公啊 一定要拜對啊 無謂拜錯隔離 人家太公請你去飲茶就不好啊 好啊 我村長現在還準備去拜太公啊 這個廣播 我希望我們村人人都轉發 和發朋友圈 就這樣啦 大家好 我是白土佬 喜歡聽我配音和唱歌的朋友 長按上途的二維碼 然後識別 關注 這樣就可以了 我每天的精彩作品 都在越港越兆巴發佈 請微信搜索 越港越兆巴啦 到現在所有人都在發佈